本周,如果你稍微留心关注了科技新闻,就能发现几乎所有热榜都被一个叫做Deep Seek的AI占据了 从Deep Seek到底有多强到美国破防,从本地部署到美股大跌,从使用教程到黑客攻击 甚至在某些账号嘴里已经上升到国家之间的网络大战,事情直接从科技圈奔着魔幻圈去了 既然所有热榜都被这一件事占据,所以本周科技不全,我们就主要把精力放在Deep Seek上 简单聊一下Deep Seek的来龙去脉 首先,第一个问题,Deep Seek是什么,是哪来的 Deep Seek是一系列AI大模型的总称,它来源于一家叫做深度求索的公司 某公司是换方量化,这是一家主业为量化基金的公司 简单但不太准确的说,就是一家用AI炒股的公司 所以,它们在AI领域有着不少积累,并且手里有大量的显卡 在ChangePT大火之后,幻方量化正式成立了深度求索 开始进军大模型行业 深度求索从一开始走的就是开源路线 几乎每一代模型都是开源的 它们最早的模型叫做Deep Seek Coder 从名字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专门为编程打造的模型 从23年到24年,大部分时间Deep Seek都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模型 直到24年5月,Deep Seek VR的发布,热度才渐渐高起来 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API价格低 很多程序员喜欢用它的API,接入各种编程助手使用 24年12月26日,Deep Seek V3发布 并且一经发布,就在国内外科技圈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因为它只使用了557.6万美元的训练成本 就达到了比肩GBT4O的水平 在主流观点都认为,大模型只能靠巨大成本 巨大算理,大量数据做出来 并且数据资源渐渐枯竭的当下,Deep Seek走出了一条新路 2025年1月13日,Deep Seek正式推出了自己的APP 没错,在此之前,Deep Seek一时是连APP都没有的 正是在埋头做研发 1月20日,推理模型R1正式发布 性能对标OpenAI的O1模型 并在科技圈引发了更大的讨论 国内外很多技术大佬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并且随着圈内讨论热度的变高 随终破圈,引起了全面的狂欢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 为什么Deep Seek这么火 Deep Seek在科技圈的火,还是比较纯粹的 主要就是因为它用了不同的方法 只需几地的成本,不需要恐怖的算理 就训练出了顶尖的模型 给大家找出来了一条新路 并且,Deep Seek的模型迭代速度非常快 模型全部开源,还有论文公布技术细节 在OpenAI已经成为Close AI 大家越来越不满的当下 有一家真正Open,又拥有巨大潜力的公司出现 大家都愿意给它真诚的夸赞 出圈的原因比较复杂 我个人认为有营销,蹭热度,神秘力量下场 国外助攻等多方面原因 但热度能持续发酵的主要原因还是 模型本身的强大,征服了大部分用户 高质量的回答让用户产生分享欲 并让热度进一步推高 第三个问题,Deep Seek真的很强吗? 我的回答是,确实很强 尤其是在文字方面 不管是古文还是现代文 诗歌还是骂人 它都展现出了极强的能力 而这些能力,又是最容易被用户感受到的 毕竟大家对顶尖难度的理科问题 感知没有优美的文字那么强 但同时,Deep Seek并不是目前最强的模型 最多只能算是比键OE 和O3模型还有一些差距 在开源模型中,也有千万等众多竞争对手 第四个问题,如何本地部署Deep Seek 其实我个人认为,本地部署除了限制少一点 并没有那么大的意义 因为算力的限制 本地只能部署一些小参数模型 或者蚕次版模型 能力远远比不上APP中的满血版 如果你还是想本地部署,也非常简单 在保证网络通畅的情况下 电脑端只需要去下载安装一个叫做Olama的软件 然后在Olama的官网搜索找到Deep Seek R1 这里会有一条命令 默认是7B才说的模型 可以在右边切换规格 然后把命令复制到命令行中 回车执行 等待模型下载完毕就可以了 如果不讲折腾 各大社交网站都有人分享一件包 基本上都是下载就能用 如果是手机端 可以下载一个叫PokePale AI的软件 点击右上角 选择Models 点击加号 跳转到Hugging Face 搜索Deep Seek下载即可 也可以从浏览器中下载 然后选择本地模型导入 下载完之后 点击Load就能使用了 但还是那句话 除非是出于研究目的 否则我不建议本地部署 因为性能真的差距巨大 问题五 外国人对Deep Seek是怎么评价的 关于外国人怎么评价 我个人认为要分几个方面 技术圈 科技圈和政客 技术圈大部分人是比较正面的态度 认为Deep Seek非常强 很多人都在忙着研究论文和复写RE的成果 科技圈大佬则是不服气比较多 比如OpenEd Ultman就按照说的说 Deep Seek只是在复制 又说他们马上就要发布更好的模型 扎克伯格说 Deep Seek很强 他们正在吸收研究成果 需要帮助 马斯克则是在评论区阴阳怪气 微软被知情人士爆料 正在调查是否不当获取OpenEdge数据 但同时 他们的举动却很诚实 微软 亚马逊 英伟达 AMD等公司 都把自家产品介入了Deep Seek服务 政客大部分持警惕的态度 特朗普说 Deep Seek给美国AI产业敲响了警钟 他们必须在竞争中胜利 白宫官员正在评估影响 澳大利亚财政部长敦促公民小心使用Deep Seek 意大利更是以数据保护为由 直接把Deep Seek从营养商店下架 爱尔兰 韩国 法国 隐私监管机构发含质询 要求Deep Seek提供个人数据使用流程 处理和保存办法 而普通网友则是阴阳怪气 冷嘲绕缝OpenAI等美国公司比较多 但不论如何 作为一个中国的AI 能受到如此多的注意 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问题六 网上Deep Seek相关的黑客大战是真的吗 近几日 Deep Seek受到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 攻击导致服务多次崩溃 联网服务甚至长时间无法使用 前信发文称 1月30日 相较1月28日 线上服务攻击劣度暴增百倍 但随后的一些事就比较魔幻了 300的周宏一连续发布多个视频 对Deep Seek大夸特夸 然后呼吁国内公司要抛弃成件 一起帮助Deep Seek 随后各种各样的小作文和段子 就出现了 比如像这种 周宏一召集红客联盟参战 华为瞬间启动防御系统 0.3秒定位攻击IP 1.8秒修复漏洞 部署反制程序 360三小时锁定攻击代码 海康共享城市流量分析模块 丁丁开放应急通讯系统 菜鸟贡献物流调度算法 一个个宏大叙事 由热血沸腾 然后我研究了一下周宏一的文章和视频 发现全部加起来只有一个词 蹭热度 几乎所有的内容表达的最终意思都是 360的APP也能用Deepseek 并且不会当机 几乎每篇文章都在反复提这件事 然后我先上采访了某据说被映照出征的大佬 大佬表示我也不知道啊 我刚睡醒就看到我出征了 换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这些事是真的 那为什么Deepseek的联网功能 现在还不能用 为什么各种服务会是不是崩溃呢 最后一个问题 Deepseek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我们不需要折腾网络 不用花钱 就能用上顶尖的模型 对于行业来说 是发现了一条新路 可以促进行业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 在某方面算是打破了部分封锁 是一件提振信息的好事 对于营销号来说 是一个胡说八道 蹭热度的好题材 本周其他重要的新闻不是很多 我来简单总结一下 炫来宣布将会赤资5亿元人民币收购虎铺 我的评价是过气收购过气 TV浏览器将停止研发 这是一款支持在手机上使用扩展插件的浏览器 因为项目维护困难 和挨着手机办也上线了扩展插件 所以决定不再开发运营 RTX5090 5080 性能评测解禁 相比上一代 性能提升约为20%到30% 但是在开启DLSS4的情况下 游戏帧数提升较大 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发布意见征求稿 要求规范APP开屏摇一摇广告乱跳转的问题 APP需要对摇一摇广告设置清楚的说明 确保摇一摇不会再走路 乘车等场景出发 应该在显著位置 设置关闭摇一摇广告的渠道 OpenEye由Automine宣布 OpenEye的免费套餐用户 将会可以使用O3 mini模型 目前O3 mini模型已经正式上线 微软向全部Copilot用户 免费开放OpenEye O1模型的深度思考功能 本周iPIC的免费游戏为苏醒之路 这是一款漠视生存游戏 玩家需要扮演一名母亲 保护自己的儿子从丧失感染区成功撤离 Steam 1500人 好评率79%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 我是雪莉九九 我们下期再见吧